各位好,还是4月18号,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首先再次强调今天是这个报税的最后一天了 那不管怎么样,在你的当地时间的这个命乃 也就是这个凌晨的时间,你必须要完成你的报税 然后或者是做延期,你即使做延期也是要在今天的这个 今天结束之前,凌晨的时候,凌晨之前 那报税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你有可能经常都是要晚交或者是要迟报 那这个时候是国税局是要给你要有罚金的 所以有三种东西是要有可能会造成你的罚金 首先是你不报税,那你本来应该要报税,不报税,那你肯定要被处罚 那另外的话,你应该是要欠税的,你不付这个税费,那肯定没问题 肯定是要被处罚,另外就是这个利息啊,就很多种 那IRS的这个对你的这个处罚,如果是你是晚报了 晚报的时候,还比你这种叫做没有付税的这种罚金还要重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你如果是已经报了 然后你已经收到退税了,那就不用担心你那个退税的 任何的这个钱会被因为晚报啊,或者因为什么事情而又被扣啊,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那不管怎么样,咨询你的会计师,或者是你自己用这个Turbotax,或者是怎么样的各种的软件 尽快把这个报税给做掉啊,那说到这个报税呢 今年也是算我们第一年给我们自己的孩子 因为如果你们看我的视频,你都知道我的孩子是一直在,应该是两年了 两年的时间做这个表演,实际他的这个第一年的这个收入是2021年 那2021年他就产生了一些他自己的收入,所以呢,最近我们也把所有该给他报税的东西都全部递上去了 最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拿回来很多的这个他的税 因为他很多这个交出的税,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很多的这个花费 首先是我们要带他出去啊,加油,要去拍戏啊,各种各样吃饭 那我们的这个孩子的这个经纪人就说了,你在报税的时候要把你所有的能加进去的这种叫做花费都把它用进去 所以呢,我们孩子应该可以拿回来75%到80%左右的税吧 可能不到那么多吧,那这也是算不错的一个事情 那对于他表演这个部分,我也有很多的更新 到时候我再做一个单独这个视频,给大家再讲讲 美国在这个电影这个行业或者广告这个行业到底有一些哪些有趣的事情啊 接下来我们还是更新一下,再关注一下 现在还有可能在美国出现的这个经济纾困,经济刺激的这个方案 也就是之前总统Joe Biden提出来了Build Back Better Plan 那这个呢,这个议案已经被这个Joe Manchin 民主党的参议员在四个月前就一个人就把他全部就把他就是拉下来了 就完全就没有这个议案了 所以呢,民主党呢在今年的10月1号之前 他们还有最后的这个努力的这个机会 想要把这个议案能够通过 因为一旦10月1号过后 民主党就不可能再用他们的Reconciliation 也就是50票通过的这样的议案 他们必须要拿到60票 他们才可以通过他们想要通过的这个议案 所以呢,民主党特别如果在10月1号这个时间线过不去的话 民主党也担心在今年的这个11月的这个中期选举以后 民主党将要失去参众两院的这个议席 那那个时候即使Joe Biden总统再提出任何的这个议案和想法 也非常难通过了 那民主党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Joe Manchin 他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民主党现在的49票就需要再增加他这一票 那民主党在这个四个月的这个过程当中 运用了各种方法来和Joe Manchin来这个讨论 首先当他把这个议案给一个人就把他砍掉的时候呢 民主党是各个方面都给Joe Manchin来施加各种压力啊 然后要说他的坏话或者是对他进行抨击和贬低啊 那当然后来发现这个方法好像用不了 好像没有太大作用 Joe Manchin也没有屈服 那之后呢 民主党人就几乎是用这种比较是恳求啊 就甚至就已经就跪在地下求你这种感觉 就是那你再考虑一下 让我们再重新做到这个谈判桌上来一起来考虑一下 就已经到这种地步了 但是后来发现还是没有用啊 白宫也讲了 美国的个别民主党已经学到了这一课 Learn the lesson 所以呢 他们现在就后来最新的一些策略呢 就是基本就是说民主党党内不去再谈论 Joe Manchin也不跟他进行各种的谈论 也不去管他 也就是用相对一种冷落的办法来冷落他 也就是让大家也可能明白 这个经济刺激方案也不是那么重要 那你也不是那么重要 虽然你一个人可以把一个法案给砍掉 但是我们也不是非得要求着你怎么样 那Joe Manchin呢 在最近也表明了 他想回到谈判桌上 那民主党人甚至就说你来写这个议案 那你写出的议案 我们再根据你这个议案来来更改啊 那当然Joe Manchin他想要的是非常多 就是最重要的他不希望美国再增加更多的这个花费 希望这个议案能够来帮助美国政府还债 那当然了他希望能够增加这个富人的这个税付 能够减低这个处方要的这个这个价格 那现在就是说到底在今年的10月1号之前 民主党到底会不会能够拿到这50票的这个议案 的通过的一个议案啊 那其实在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不不稳定的因素 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忘了 还有另外一个参议员 Arizona的参议员 Kristen Sinema 他现在也是其中的一个变数 虽然他可能同意其他方面的一些一些内容 但是呢 他对这个对于富人增税这个部分又是不同意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呢 他也许他民主党争取到了Joe Manchin 但是呢他们又可能要丢到这个Kristen Sinema 所以呢有任何的更新 我会给大家继续再看一下 那今天有一个不好的一个消息 就是在早上的时候就听到 就接到了孩子学校的这个电话 电话里面就是学校护士打过来的 他就告诉我们 我孩子的这个已经接触了这个新的一个新冠确诊的一个人 已经是接触过 然后有比较近距离的 所以就也就是告诉我们 通知我们一下 那我就反过来问了这位护士 是不是说明就是我们孩子在的这个班有了 他比较委婉的 他也了解我 问他是为什么 他也比较坦诚的就告诉我 对的 也是就是这样 就是班里面有其他的孩子 已经是确认得了这个新冠 这样子的话 那我也问了他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在这个部分 当然一开始会比较紧张了 那但是问了这个护士 他也说现在也没有要求你马上来接他 也不需要就说明天就不来上学了 当然有些家长可能会比较保守 他们可能会选择不上学 但是呢 学校也没有要求你孩子要这个要隔离啊 或者是要要先暂时在家里面上学 所以呢 我们今天 等他回来以后会给他测试 学校提供了这个测试的盒子 我们自己也有 所以呢 给他测试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状况 因为特别他下礼拜 应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下礼拜将要拍另外一个广告 所以一旦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也会影响到他拍广告 那如果有什么更新 我们再继续给大家 大家做一些 这个就今天相关的一些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 拜拜 拜拜